老公,你看看 Annie的女兒明明已經在學鋼琴 現在還在學樹琴 不能這樣看 你也知道她們家底豐厚 小朋友當然要贏在起跑線 你們也可以 柳Sir,你好… 不好意思,我遲了 不要緊,我們剛才已經叫了起賽 好 不過你也說說 你是專家 平時又主持柳Sir理賽教室 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本錢 為甚麼可以將來幫兒女兒追上去 給他們多點資源 要追上去,其實不需要太多錢 就像你今天吃這個品牌餐一樣 就是用一個超值的價錢 去品嘗這間餐廳最有名的菜式 但吃好東西 你也要給多點時間 廚師準備一下 其實吃飯跟理財一樣 在理財世界上 你可以付出較低的入場費 就可以在若干年之後 達到翻倍的效果 現在就有保險公司提供一些 短期的儲蓄計劃 供款期還只需要兩年 特別適合現在經濟不穩定的世代 大家未必想長期投入固定的資金 而短期的付出 也可以幫大家播下一粒種子 長遠得到一個更大的回報 的確吃飯菜式真的又便宜又高質 但這次好像未免得太久了吧 很肚餓啊, 麻煩你 什麼事? 用來吃吃飯菜式想吃好東西 放下你前菜就算了? 這樣哪值得我付出 兩位, 其實儲錢和吃好東西一樣 是需要付出耐性和時間的 有否聽過十年翻一翻呢? 透過將財富滾傳 可以為及下一代 甚至再下一代 帶給他們一個可觀的回報 這一刻你連翻都還沒翻 就說要快吃 廚師必須這麼快煮一些好東西給你吃 但是兩年的付出 為何可以十年翻一翻呢? 怎能做到呢? 先喝一口茶 都是那句 時間和耐性 就是令到財富倍增的關鍵 只是播種一段小時間 你就說要收割 其實你得出來的東西 就是一棵幼苗 但是, 如果你肯給點時間 保險公司的專業團隊 隨時可以令你一粒種子 一計劃, 付過三代 一計劃, 付過三代? 沒錯 在儲蓄保險的世界 複式的力量絕對不可以低估 只要有耐性和肯長線投資 資本不斷滾傳 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特別是在下一代 甚至乎下一代 長遠 每年的回報還可以高達7% 但是, 柳Sir, 柳Sir 不要嫌我煩 說到這麼長遠 我怎麼才知道我的下一代 甚至下一代想怎樣呢? 嗯, 這種計劃的特質 其實是可以無限次 轉換仇補人和持有人 你可以將保單轉名給你的下一代 甚至乎下一代 將你這份播種的心意 一直延續下去也可以 下一代想的話 拿出來展開它們的人生大計也可以 你覺得, 真正做到胃及子孫 那層皮很甘香 一定很好吃 20年層皮來的 這裡名菜還拿了六個大獎 你猜果皮來的嗎? 是不是覺得 剛才用時間等收成值得呢? 所以說, 理財都是一樣 給它足夠時間成長 剩下的東西就自然經貴了 再給你們一個溫馨提示 現在投保同樣拿了六個獎項 兼限時發售的 EXSA安性兩年期風盡儲蓄計劃 就有齊剛才提到的優勢 一次過繳交兩年補費 預繳的補費更可以享有 額外高息的保證預繳補費年利率 老婆, 一次的公款可以負過三代 長遠傳承, 又夠穩固 還有優惠 適合我們這些幼小朋友家庭 還說柳老師一起吃好東西 好